第八十一集 楼显影惭愧地低下脑袋 对着手指小声地回答 我起了个大早 在院子那棵梧桐树下看画吗 可树上的破鸟把屎拉到我书上 我很生气 就想爬到树上 把他的鸟窝给端了 然后 然后这跟警号有什么关系 我没想到会捅到马蜂窝 一慌张从树上掉下来 莫警号去接我 然后我们一起掉下来 于是 就这样了 他的脑袋越压越低 跳过了他轻薄他的事 他自然不会告诉他们 说了 绝对会被他们当作笑话来看 你 楼大小姐 你真有本事 爬树 真不明白 楼巷怎么教出你这种奇葩女儿来 你昨天受了那么重的伤 今天 竟然能够去爬树了 黄斧尘不敢置信地大吼 有哪个端庄的女人会去爬树 没事了吗 楚神医给的药很管用 伤口愈合得又快 我当时很生气 才没想那么多 岳楚听他这么说 往他的手臂看去 那么大的动作 伤口竟然没有渗血 即使他的药再管用 一般人像他昨天那样的伤口 也不可能愈合得那么快 他的恢复能力究竟有多好 你爬树也就算了 明知道景昊现在的情况 根本不能动用内力 那样只会让他的毒性更加深入心脉 可你幸然 黄斧尘气急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了 他现在很怀疑 找他来是不是在帮助景昊 按照以往 墨景昊撑过十天完全没问题 可如今才第四天 第四天的他 比以前撑过十天之后的他 还要虚弱 墨景昊醒来后 要是知道 因为一坨鸟屎 变成这样 会郁闷到想死吧 我知道错了吗 我也没想过会那么摔的摔下来 更不知道 他竟然会出手去接住我 我看你是不怕死 要是景昊没出手接住你 从那么高的树上摔下来 你早就粉身碎骨了 黄斧尘白了他一眼 就见他更加低头 快速地对起手指 只能无奈地摇头 楼玄影偷偷瞥向昏迷中的墨景昊 确实如黄斧尘所说 要不是他及时出手 他现在该残了吧 你能安分点照顾景昊吗 能 我保证 到他度过这次劫难 都好好照顾他 他立刻点头如捣蒜 只是在心里又补充了句 他竟敢随便就亲他 等他恢复了 他绝对要跟他算账 罢了 黄斧尘看着他简直头痛 有时态度横到 他想抱贬他一顿 有时候认错态度良好到 又不忍心 对他过于责罚 岳处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别气了 而后转头看向楼玄影 玄影 能要求你一件事吗 是吗 我对冰魄蛇毒束手无策 很大程度上 是因为无法直接研究这毒 景昊古都发作这两年 我连他迈想都摸不准 月道发作后期 根本碰触他不得 而你是冰魄蛇毒的克星 我想其中肯定是有原因的 能不能从你身上放些血 让我带回去研究 好从中找出解药 岳处看着他说得很小心 知道这事很为难人 于是又补充了句 不用很多 就一些 楼玄影皱眉 咬着指甲很犹豫 他不是不肯配合岳处找解药 这是他的血 他左右手的异能 都要靠身上的血 他的血液肯定比正常人奇特 他怕的是岳处这活神医 会不会从他的血里 发现什么端倪 楼玄影 你怕疼 警号为了救你 连命都差点搭上去 黄斧尘看不过眼 想不到他竟然连这么小的要求 都不肯答应 之前都看走眼了 楼玄影朝他翻了个白眼 他怕死 可并不怕疼 要是没顾虑 他当然愿意献血 给岳处研究 刚来古代时还被楼玄琴陷害 弄得满手血呢 他会在意那点血 会怕疼 他看向岳处 不确定地询问 你能研究出血里的什么东西 你想问什么 岳处挑眉 听出了他话里似乎有话 他摇头 眉眼微低 咬着红唇 又看了墨景浩一眼 一闭眼伸出左手 誓死如归地说道 没事 你要抽多少就抽吧 岳处看着他直发笑 还真是可爱的女孩子 其实他和黄斧尘一样 挺看好他和景浩的 也只有这样热情似火的女子 才能融化那样的冰块吧 不多 只要放一点血就好 岳处割破了他的手指 从他手上放了一茶杯底的血 他的小脸全都皱在一起 也不喊疼 就那样静静地看着血滴落 疼的话可以叫出来 女孩子怕疼没关系 我们不笑话你 楼玄影朝一旁 说风帘话的黄斧尘 白去一眼 谁说疼了 一边去 最后 岳处替他将手指上的伤口包扎后 将茶杯收拾好 揉搓着微凉的手臂 交代他 屋子有冰凉起来了 应该需要你再去帮景浩一把 他默默点头 看着岳处和黄斧尘退出房间 其实心里还是很担心 他的血在岳处手中 究竟能被挖出多少秘密来 希望他真的只是普通大夫 黄斧尘和岳处出了房间 岳处看着依旧紧绷着脸的黄斧尘 笑着一手肘撞了撞他 他还像个小孩子 不要跟他过于计较 更何况 景浩最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 也知道内力是动用不得的 可却愿意两次为他出手 这是他的选择 黄斧尘无奈地叹息 停下脚步问岳处 景浩肯舍身救他 你觉得他是怎样想的 对他动了情 别想太多 动没动情 只有他自己清楚 他不表露 你也别试图去猜测 我只知道 玄影会是能帮助景浩的贵人 墨景浩清醒过来 感觉到身上有只八爪鱼 稍稍睁眼 就看到楼玄影将脑袋震在他肩头 身体则蜷缩在他的臂弯里 双手更是缠在他身上 睡得香甜 这几天以来 他第一次不是冰冷地清醒过来 竟然是他睡在他身旁 他醒来后 该怨他 又轻薄 欺负他了 这是我们下一次的 可能会是看着我 在我们下一次的 在他身上的身上 你现在有多好处的 我这次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